台长再说最后一个笑话 告诉大家 说的是有一个男同事 他们都是在一个办公室的 有男同事有女同事 因为上班的时候 有的人中午没休息 他们就趴在写字台上睡觉 昨天他说有一个男同事外出 这男同事走得很着急 把个手机忘了放在办公室桌子上 这个时候男同事的老婆 打电话来了 那么正在办公室五岁的 那个女同事被吵得烦得不得了 开始不想接电话 一直打吵得不得了 她拿过手机就冲着电话里大叫 我们正在睡觉 你烦不烦啊 结果那位男同事到现在还没来上班 第二天听说他在医院骨伤科看病 你说人自己把烦恼不是自己找来的吗 人生间的生气完全自己可以控制的 因为我们不明白道理 我们才会生气 现代人为什么会生气 因为主观 因为执着 因为不听别人劝 所以造成了生活中的很多误解 是非天天有 不听自然无 对与不对 是非的原则 是要将心比心 去设身处地的为别人想一想 只有放下我心 才能得知他心 记住了 学博人真正的智慧 是把烦恼弄通 是把烦恼解脱 那才会拥有 菩萨真正的智慧 谢谢大家 下集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